当年,刘涛去云南旅游,看中一对标价20万的玉佩,身边的助理却说,我100块就能拿下,刘涛吓得目瞪口呆,伤怕老板骂他们。 刘涛一个被称为嫌弃的女演员,谁能猜到她出身贫寒,而且还不是科班出身呢? 刘涛家兄弟姐妹众多,自小生活的就比较苦。 父母离婚后,她跟着外婆一起生活,所以即便如今成名了,她却依然保持节俭的本性。 观众对刘涛有印象,还是因为还珠格个三,让刘涛一炮打红,而后她却选择了闪婚,退出了萤幕。 之后,又因为老公破产付出,可以说励志贤惠就是刘涛的标签。 知道赚钱不易的刘涛,花钱也格外仔细。 2006年,刘涛和林心如在云南拍摄《大理公主》,闲暇之余,刘涛就想出去逛逛。 林心如当时身家就不菲,也不想跟大家一起出去购物,刘涛只得带着助理一起去了。 因为刘涛的助理喜欢股玩,一行人在她带领下,最终去了股玩市场闲逛。 都知道,云南专卖玉石,而且这样的店也非常多。 逛着逛着,灯光师很快就被一对标价40万的玉佩吸引了,他仔细端详着爱不释手。 刘涛凑过去看了起来,也觉得这块玉的确好看。 店主看出了两个人的心思,于是过来说道, 我店里的玉佩啊,都是纯玉石雕刻的,你们喜欢的话都可以让架。 看你们喜欢这一对是吧,这样吧,20万一对卖给你们。 刘涛好奇地问道,什么玉佩会这么贵啊? 店主说这是一对龙凤佩,寓意很好的,您真是有眼光。 灯光师看了一眼刘涛,而后对卖家说,20万也贵,我们没那么多钱啊。 店主一脸和气地问道,那你们有多少啊? 灯光师沉默不语,毕竟20万也不是小数目,店主刚着急最后突然问道,5000块你们有没有? 刘涛特别诧异,灯光师也很惊讶,40万到5000块,这个差价未免太大了。 这时,化妆师悄悄地把刘涛拉到一边,而后对他说,姐,就这玉佩,我花100块就能买下来。 刘涛当时就张大了嘴巴,惊讶得不得了。 随后助理走到老板面前说,你这玉佩,唉,说着一边叹气一边摇头。 刘涛在一旁干瞪眼,他还没反应过来,助理那番话呢,就看店主急着说道,我看你们是成心想买,这样吧,500块。 助理没吭声,过了一会儿说道,100,150我就拿走。 刘涛当时吓坏了,生怕店主会骂他们一顿。 结果出乎意料的是,店主竟然说一句,成交,简直让刘涛大跌眼镜。 走出玉石店,助理跟大家普及到,这个玉佩是用各种编讲料拼奏而成的,其实并不值钱。 20万一对的玉佩,最终砍到100块一对,不得不说这一行的水分确实太大了。 刘涛这样勤俭的人,如果真的花了高价买了这样一对玉佩,估计会心疼死。 毕竟生活中的他,买条鱼都只花20块钱,还得买死鱼。 原来有一次,刘涛走到一对卖海鲜的摊位时,看到鱼饭将鱼缸里那些奄奄一息的鱼捞出来,放上冰块。 刘涛为此非常好奇地问,鱼饭为何这样做? 鱼饭表示,这样会让鱼多活一会儿,而且味道和活鱼差不多,最重要的是价格也便宜不少。 自此刘涛就知道了,以后买鱼就买刚死不久的,刘涛确实非常会过日子的,也积攒了不少生活小妙招。 有时候,刘涛去超市卖肉,如果买的很多,还可以让卖肉师傅多送两斤肉。 比如,他买200块钱的肉,就可以让卖肉的商贩再送三根排骨,买60块钱的肉,可以再让老板送20块钱的肉等等。 很难想象大明星竟然这么直见。 其实,这大概就是刘涛一次的还债,深知赚钱辛苦的关系。 刘涛的老公王科曾经赚下200亿的身家,留取刘涛时出动了价值3亿的飞机,以及20多辆百万豪车。 可是刘涛在怀孕时,王科就在经历破产的危机。 生完孩子,刘涛就开始马不停蹄地赚钱养家。 可以说,这个家就是刘涛,在支持。 他当然懂得,由勤俭败游舍的道理了。 观众如此喜欢刘涛,也是因为他很符合中国传统女性勤俭的形象吧。 不过,刘涛近几年大概被角色限制了,还是希望他有大的突破吧。 好了,本期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很感谢屏幕前的你能够看到这里。 喜欢本视频的朋友们,欢迎在下方记忆点赞,留言,订阅。